这是我们店里招牌不油腻的黑豆养生猪脚 请大家品尝 年菜上桌 东市铁妈妈推出黑豆养生猪脚玉米鸡酒 香气四溢 丈人时时大动 而换到了石缸 走的是方便美味路线 端出红麴醉鸡卷搭配风炒蛋糕 抢供年菜的双鸡 农会中迫赛出动 达出绝活跟市场一较高下 昂召鸡腿卷是我们在去年参加 台中市铁妈妈比赛 还得到冠军的菜肴 然后想说把它弄成冷盘 我们把它制作好 冷冻之后客人带回家 他只要等它退冰切片 切好片淋上我们特有的酱汁 酱汁就可以了 温底筋 以黑猪肉为主 然后就是它就是要汆烫过啦 所以这个东西养生不牛腻 而且我们家具的养生的黑豆 它是不均均均 不同于一般的大饭店 甜妈妈们出的菜是总古早口味 厨艺部署五星级饭店 而最重要的是价格庶民 让民众在年节围炉时不必大伤荷包 而一道菜平均落在四百到八百元 而这一位就连副长徐忠雄都很尬意 亲自上阵代言为農会年菜来行销 家政班 甜妈妈做年菜 我挺你 从我们小时候 我们都吃红做 红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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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最重要的 现在一般饭店要做 可能没有家政班或甜妈妈 不能做那么传统 像这都非常健康的食品 而且非常 会让你怀念过去我们的 一些阿嬷时代做的 一些好菜的那种味道 价钱就这么便宜 男的女的可以不挺他吧 我们一起挺他 好不好 市售年菜 五花八门 饭店 超商 甚至连农会体系 都像中这块市场大饼 各有各的特色 而价格从平民的几千块 到高档的上万块街友 相对的选择性增加 就看消费者的喜好 这人家话台中采访不到